花莲社区大学让学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11号的上午就邀请第九河川局农水属花莲管理处 林伟局花莲管理处等单位人员与水资源志工进行论坛 希望借助社区大学参与公共事务 共同关心水域生态以及环境的保护 让社区大学可以扮演着民间与公部门之间的润滑剂 让民间的舆论能够让公部门获得更实际的反应与沟通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都市化的发展 河川污染防治必须仰赖水环境巡守队 建立民众通报污染标准程序 而民间的力量必须仰赖由公益团体协力部件 创造有效的沟通管道 因此花莲社区大学特别举办 花莲社大水论坛 社区大学扮演着与公部门沟通的桥梁 大家觉得说公民参与的这个意愿是非常高的 尤其我们花莲好山好水 更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这个环境 但是守护的前提就是 你必须要对这个环境的知识具备相当的一个能量 你才有办法再投入 再做公民参与的这个区块 那这次呢 社区大学跟这个九华局呢 我们第一次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讲座 希望所有关心河川流域 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 能够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讲座呢 能够了解我们河川守护的一些议题 跟我们如何来参与这个公共设施的这样子一个目的 地球河川局局长就指出 水环境的保护单打独斗的时代已过 透过公司协力跨域合作 创造彼此之间的沟通平台 为水环境尽一份心力 当打独斗的时间 因为是过了 很多东西都是要大家互相来合作 那大家都知道一条河川 从上远的森林 上远一直流到我们的 警员到台里面去 书馆的单位是非常很多 那今天我想社区大学 利用这次机会 把我们水土里的 这三个单位 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 让大家更了解说 很多事情的一个能够成功或完整 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合作 所以现在可能我们刚刚讲 不是单打独斗 需要所谓的公司协力跨域合作 那而且很多东西 大家在合作过一段 都需要自己去透明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很好的领台 透过这次的一个举办 我们酒和酒这边 这种非常乐意来配合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契机 让我们酒和酒 做得起哪些事 所以公司协力来 去专业合作的事情 能够让大家更民调 水环境改善持续进行 象征着工部门与民间 共同智力打造 美丽宜居的城市 努力和决心 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 并且以水文化为引领 创造更加繁荣持续的未来 实现水环境优化和城市发展的 和谐共融 记者凌洁 花铃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